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場比較特別的藍胖狗球 它並不是用石藍狗球喔 它帶的配置是兩個胖子 還有三隻狗以及16顆球 沒有帶炸彈 那法術是一罐跳跳一罐狂暴 其他都是加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進攻 它帶了兩隻龍寶寶 都是拿來清邊用的 第一隻龍寶下在靠近偏7點的位置 接著直接下出兩個黑胖跟蠻王來當坦 這個黑胖加上蠻王的角色 就等於是石藍狗球裡面石頭的角色 那在後面直接跟上了女王 那接著在另外一側 也就是4點這一側用龍寶在斷邊 然後它不帶炸彈 它選擇直接用彈跳法術 讓我們的蠻王跟黑胖 跳進陣型裡面 將援軍引出來 接著用狂暴配合女王和毒藥 殺掉對方的援軍 接著打掉對方的女王 跟一座火箭之後 就讓狗球進場了 接著它的五罐加速法術 通通都是留給狗球使用的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下的加速法術 讓我們的黑球 盡快的飛到陣型的中間 解決掉對方的火箭 最後一隻狗 則是由反方向 三點的方向下進來 同時吃到了剩下這些防禦箭竹 箭塔的傷害 那讓後面跟上來的黑球 來幫忙做收尾 非常漂亮啊 最後一罐加速呢 下在這邊 讓這些最後的黑球 可以加快 趕緊打掉最後的 這一個X弩跟吹風機 那手上還扣著最後一個黑球 來幫忙做收尾 相當漂亮 所以是非常穩的一個打法 打得非常的流暢 相當精彩 這次藍胖狗球 還蠻特別的 因為通常都會看到使用石藍狗球 或者是天女狗球等等之類的 很少看到直接這樣子拿蠻王 加上兩隻黑胖來當石頭使用 打出來的狗球三星 相當精彩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